当时25年前我从韩国 我去演讲带回了两磅的种子 我只是试验性的 我只是一种挑战是说 这边可以种花旗生 那高练生可以不可以种 所以我就凭这个 idea就去挑战 是不同的 在中国呢 是在辽宁跟吉林 威斯康西安的花旗生 我们是在北纬45度 所以这个温度上是不同的 生长季节不同 泥土是不一样的 所以叫地道 地道是不同的 高练生的地跟道 道是经纬度 地当然是土地了 那当然不同 中国的土地跟韩国的土地 跟美国是不一样 所以地道不一样 花旗生呢是在45度 北纬 所以天气非常的冷 泥土土是不一样的 是当时冰河时期堆积下来的 很肥沃 而且微量元素非常高的地方 来种花旗生 所以它地道就在威斯康西安 所以这两个是有挑战性 因为它比较怕的 它春天的时候早五六天 有时候七八天早出来 那威斯康西安 四月底 四月中 跟到五月初一以前 都还会冻的 所以这个常常会被冻死 那个高练生 有好几次都是 在春天就被冻死 花旗生晚一点出来 所以比较安全 第二它地道不一样 它适应性 是有一个过程的 我二十几年 才从两磅的种子 驯化到现在 可以种四五个英亩 差不多是三十亩左右 那花旗生 这个是原来土生土长的 这个是从野山生的 花旗生的野山生 种子引进来驯化 经过了一百一十年左右 把它驯化成 变成种植在田里面的 人工种的花旗生 所以这个比较地道药材 这个是外面来的 在疾病上也是不大一样的 它不只是身上 这个长得很慢 太冷了一点有关系 那个花旗生 那个长得比较快一点 你看看它的长势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不一样 你看它的长势 叶子啊 那个干啊 各方面 我没有机会挖根 根是比较难看出来 根比较难辨别 吃了以后才晓得它 气味不同 它的药性不同 我提过 这个吉林参 高丽参是热补 是强心的 有强筋作用 但是花旗生比较是 两补是补气的 一个是补血 一个是补气 是不一样的 花旗生一年世纪都可以用 连你老少都可以用 男女都可以用 补而不照不生活 有很多人睡眠非常的好 那高丽参不一样 高丽参刺激性 它比较热 它是补血的 所以夏天比较不适合 花旗生一年世纪的适合 高丽参以前都是给男人用多了 强筋嘛 他们说强筋 其实男女都可以用 但是夏天用的比较少 除非你中医师处方 不然的话冬天是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 普通小孩子不吃高丽参的 在转变青春发动期 以前13、14岁以前 不吃高丽参的 但是花旗参 你一年世纪都可以用 男女老少可 儿童也可以用 是不同的 这个高丽参跟吉林参的 要用比较多一点 当补品保健品比较少一点 那花旗参是当补品保健品 一般使用的比较多 当要用的比较少一点 这个是两个很大 不同的区别 两种不同的东西